29號晚上8點多駕駛開車 帶著家人吃拉麵到餐廳停車場 一輛兵士車前後 嚕來嚕去就是停不好 好不容易停好車 但居然拍下這個瞬間 老汪下車後 繞過車頭走到副駕駛座 假裝警察車門有沒有關好 但半蹲的姿勢怪怪的 看起來疑似在刮車 而富人站在旁邊幫忙把風 從這裡開始然後淹這裡 車主事後見狀超傻眼 一道明顯刮痕 兩片車門遭殃 疑似備用尖銳物或是鑰匙刮車 車主的車是國產電動車 原價140萬元 才剛買兩個半月 看到愛車被刮氣到報警處理 動作看起來很明顯 就不是不小心的 他說滿故意的這樣子 而且他老婆站在旁邊 好像也沒有要阻止的感覺 車主已向本局報案 並提出回組告訴 並掌握涉嫌人身分 警方調閱監視器 已經掌握刮車的涉嫌人 疑似從外地到台南吃飯 但吃飯前上演這一出 疑似刮車的行為 讓車主無法接受 決定提告要求賠償 記者賴冠章 台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弄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